苏提达笑到了最后 眼神发狠一家独大 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都说苏提达是平民王后 但是心机和手段却远超贵族女子 否则在险恶的后宫根本生存不下去 如果没有邂逅马哈 苏提达还只是个小空姐 最好的结局只能嫁给门当户队的男人 实现阶级跨越的机会少之又少 谁能抓住谁就能逆天改命 苏提达就是个成功的案例 飞机上年轻貌美的空姐不少 但是能够跟马哈搭上话的 唯有苏提达一个人 曾经的落魄和卑微 都成了苏提达的谈资 也是他最传奇的一段经历 如今的苏提达已经坐稳王后的宝座 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拥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但是命运的礼物 需要同等价值的尊严来交换 曾经的苏提达真是逢人就贵 就连数出公主撕瑞范都看不起他 如今身份和地位都发生了反转 苏提达自然不会客气 也算是冤有头债有主 曾经使过绊子的人一个都逃不掉 根据泰国媒体报道 普密彭国王七周年纪期间 泰王身边只有苏提达一个半价嫔妃 就算跟斯蕊范公主同框 苏提达也是冷言冷语 根本不把这个数出公主放在眼里 倒是面对镜头的时候 苏提达从来都不吝啬自己的笑容 将最好的状态呈现出来 金色在泰国王室是最尊贵的颜色 只有地后才有资格穿的 这个时候苏提达自然要显摆一番 以前的苏提达卑躬屈膝 把讨好马哈国王当工作 如今总算是有了尊严和地位 查尔斯加冕的时候 泰王只带着苏提达一位嫔妃管理 其他年轻女眷根本没有机会亮相 不少读者都觉得 苏提达虽然表面上温良功俭让 但是梅宇坚却透露出一丝狠价 也许之前吃了太多 让苏提达更加珍惜现在的一切 因此在马哈国王面前拼命表现自己 但是遇到自己下级的时候 苏提达就开始摆王后架子 给人一种挑剔和难搞的感觉 毕竟自己尝过的苦难 也想让下属试一试 只有这样才能心里平衡 苏提达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胜 谁继位他都是王太后 即便如此内心还是惶惶不安 尤其马哈国王准备立出的时候 苏提达更是坐不住 仿佛如林大敌一般 也许混迹泰国王室多年 苏提达会知道更多内部消息 虽然眼前富贵一级 但是想要维持一辈子 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需要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支撑 因此最为快捷有效的方法 就是扶持自己的儿子继位 这才是一劳永逸的计算 只可惜马哈已经提前出手 根本不承认瑞士幼子 为苏提达制造了很多障碍 好在有军方的支持 苏提达才能够多次化险为夷 并且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马哈目前已经想要立处 苏提达肯定不会把江山拱手送人 我斗个你死我活不会善罢甘休 其实苏提达的综合素质很强 无论外形还是学识 都可以调达任何嫔妃 太王现在已经选择辅老 乖乖回到苏提达的身边 为我们传递出很强的信号 权力要想实现和平交接 就必须过苏提达这一关 即使未来继位的是提邦宫 苏提达也是名义上的王太后 地位足以免压肺肺希拉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不同的朋友们